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不懂得秦政爱民的人 当时他为了征战沙场扩张他的土地 然后又要抓政权 所以他就常常发动内外的战争 他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势 最好是别人都比不过他 所以他就强迫所有的国内的年轻人 都要加入军队 但是又怕这个军人他作战的时候 因为感情的问题或是想家的问题 所以他同时就下了另一道命令 不准所有的年轻人举行结婚典礼 即使是已经订婚了都要马上取消 就是为了去打仗是不是 对对对就让他无牵无挂的上战场 他还蛮有心思的 对对对 那所有的情侣你也知道 这个年轻男孩子最有力的时候 也是这个发育最完全的时候 这个情爱一定是有的 所以所有的情侣看着马上就要被迫分离了 那也没有办法 可是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传教士 他叫Valentine Valentine 就是现在情人节的名字的由来 对对对 他觉得这样太没有人性了 没有人性 这个男婚女嫁 这个男婚女爱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所以就决定替大家秘密的主持婚礼 但是呢 这个消息走漏了 结果他被抓起来 而且被关起来了 然后他也不肯认错 他就是一定要帮年轻人 对啊 没有觉得错啊 对对对 所以呢 很快的他就被处死了 因为这皇帝他要他要这个去打仗嘛 那他也不能够承认这个这个是错的 所以就把这个Valentine处死了 那死的那天呢 就刚好是2月14号 后来嘛 所有的人就为了纪念他 就把2月14号定为是情人节 这白色的情人节 他象征着每一个人都要勇敢的追求爱情 是是 这听起来还 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不然的话我都搞不清楚 以为情人节就情人节嘛 还有这么那么可以可歌可泣的一个故事 是 当然情人节到了 尤其在美国我记得 这个是送花呀 吃饭啊 对 或是不单是送花或者送礼物啦 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嘛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样的忌讳啦 或者有没有怎么样的特别的一个礼俗 好 那一般现在的年轻人 都会在这一天 就是送给自己最心爱的人一份礼物 那最多的就是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就是代表我的甜心 对 还有鲜花 那最多人选的就是玫瑰花 玫瑰代表爱情 对 但是你不要送错了颜色 送红色 对 就可以了 红色就代表我热爱着你 热爱着你 是 那如果送粉红色呢 就告诉对方说 你是我的初恋情人 红色应该比较便宜 粉红色应该比较贵 其实每一种颜色都贵 都贵 尤其在那一天 那个价钱飞涨 对不对 平常一只两块的都变成一只五块 五块 那橘色呢 代表神秘的爱 神秘的爱 黄色是我们只是友谊 我不要那个黄色 绿色是我们有希望 是 蓝色是我们不可能 那就别送吧 这个礼貌上 礼貌上 紫色是浪漫真情 那白色呢 代表是你是一个纯洁 让我尊敬的人 所以颜色一定要选对哦 除了颜色之外 我最知道的就是有一首歌 999朵玫瑰 对 我忽然想起来的 千万不要送999朵 那99朵好了 也可以 那个数字一定要送对 因为每一个数字都有每个含义 比如说送一朵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或者是你是我的唯一 哦 是 那五朵呢 就是爱你无怨无悔 八朵呢 就是说过去我疏忽了你 那么请你原谅我 哎呀 哪那么麻烦呢 那男生还要记那么多吗 也可能过去他这个忙于事业啊 或者是到外地区啊 然后回来了 就送这个八朵 十一朵呢 就爱你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啊 女孩子最爱的了 十一朵 然后十七朵呢 就是我们大概有点 有点吵架了 那我送你个十七朵 我们好聚好散 不是我们一起走啊 一起到爱的旅途啊 在西洋是好聚好散 好聚好散 是 二十二朵 两情相远 两个二嘛 两情相远 那三三朵呢 那更好了 三生三世 那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三生三世 谐音 对对对 四十朵呢 四死不渝 四死不渝 不改变的 五十七呢 那我妻嘛 我的妻子 我爱我妻子 那七十七朵就是 就是你做我的妻子吧 是 是求婚啊 是是 那更有一 就是我们刚刚徐姐讲的 九十九朵 九九嘛 天长地久 对了 是 那有些人或许觉得送花很浪费 对我就觉得 那天好贵哦 而且摆一两天就写 可是呢 其实收到人绝对绝对很感动 而且很开心 喜悦 开心 那因为礼物的意义呢 超越本身的价值 所以你可以这个送花 送巧克力 也可以送点其他的 但是我不建议你送什么 送伞 伞呢 就是伞掉了嘛 对 扇子 手表 鞋子 鞋子 这些东西都能够让你适得其反 所以我跟你讲啊 即便不是情人节啊 平常的时候也不要送啊 我自己有个亲身的经历 以前的男朋友啊 就送我一双 那时候在台湾不是 马靴是很流行吗 而且那个时候就一千多块马靴 一送了 然后我就真的走掉了 就跑掉了 跑掉了 穿着鞋子跑掉了 对对 确实有他的 然后广东音声 海 海啦 孩子啦 海呀 叹一口气 叹一口气 无缘 无缘 是是 好 我们讲完了这个情人节的啊 一些 等于是缘由啦 一些送礼的机会啊 那还有就是说是 什么样呢 我们关于这个情人节的印象呢 似乎是只有年轻男女啊 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 可是现在啊 现在好像那个老师啊 朋友啊 男女间即便不是情人 也可以送耶 那当然了 是 学生送老师啊 也可以 也可以 好朋友啦 也是一个关爱嘛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用这个发展去 就是说数字 然后发展成另外一种 比较逻辑观念的这个想法 对对 那我们再回来 西洋星座我是不太熟了 但是我们我们用这个十二生肖来看好了 是是 那你你譬如说你情人节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去约这个约这个十二生肖的人 十二生肖的人 对 你去约他 那如果他是老鼠呢 哦 他是老鼠 那我们就首先再讲 这个老鼠的人呢 他的个性很内敛 很害羞 很胆小 所以要多给他一点暗示 那么建议他呢 这个带他到 这个我们讲的方位嘛 东北方或者是北方呢 那个海边的小餐厅 有水的地方 对对对 让他放松 尽量不要让 不要让他有什么 这个拘束的感觉 让他尽情的清除他心中的事情 从而互相了解 这个是可以让你的这个感情更顺遂 老鼠 那接着下来牛 鼠牛的 鼠牛的人呢 个性比较保守 比较稳健 口风又很紧 所以呢 口风紧的人呢 就不喜欢在太亮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到东北角的 譬如说找个电影院呢 或者是一个 一个比较灯光暗的西餐厅啊 比较对位 那你可以彼此拉近距离 所以可以选择这边去 共度情人节 是是 那老虎 老虎啊 老虎这个人 对 老虎这个人呢 个性是比较刚强的 而且精力充沛 自我意识也很强啊 所以呢 选一个西方或是西北方啊 一个闹区的 这个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商场 先陪他逛逛街 聊聊天 拉近彼此的关系 先消耗他的精力 然后聊完了以后 在这个商场啊 附近找一个小餐厅 他那时候很累的时候 他就会静下心来接受你了 这个是 是讲男性对女性的 属相的追求的 对 生效的方式 女性追求男士也可以啊 也是给 但是多半是 男性追求女性啊 对 那小兔子呢 哦 小兔子 小兔子啊 他生性比较柔顺 而且都是与世无争的啊 所以啊 你可以选择一个 休闲的画廊餐厅 或者是呃 带他到艺术中心的那个 那个餐厅 哎 看完了画廊啊 或者是看 看完了那个艺术品啊 在那个餐厅里面 共进这个晚餐 让他知道 你是一个有深度的人 是 是 有艺术气息 是 是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就是 虎兔 龙 龙听起来也是蛮 蛮大笑 大声笑的 对 属龙的人啊 他的材质是不错的 他的谋略也不错 可是他执行力就不太够了 因为他总是希望 指挥这个指挥那个吧 所以你可以带他到 譬如说东南方的一个 这个荒郊 不要说荒郊了 郊外的餐厅 郊外的荒郊蛮等 不是 以为你要怎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可以 譬如说到 那个 那个大楼的顶楼 顶楼啊 那种 去看月亮 看月亮 看星星 对对对 而且要高级 而且有品味的地方 那我们就到那个 世贸大楼 那个楼顶的餐厅 你可以定得到 那当然可以了 你这个时候 跟他吐露你的爱意的话 绝对是马到成功 那这个属龙的 对对 就让他越尖济天越好 对 因为属龙的人 他有高高在上的 高高在上的习性 对对对 马 好 马 我们属龙完了以后 应该属蛇 对 属蛇 那个属蛇的人啊 他是比较追求华丽的 他又爱挑剔 你虽然是低调 可是呢 他喜欢这个 不同反响的人 所以呢 你就带他到 譬如说东南角的海边餐厅 或者湖边的餐厅 气氛非常好 然后可以满足他的视觉 还有触觉的话 他会觉得 真的 你还蛮了解我的 属马的人总觉得他是 马不停蹄 对 好 属马的人个性比较直率了 直率嘛 而且说话做事都不拐弯抹角 那么我们可以开车兜风 带着他往北方或者是这个去游车河 让他陶醉在音响里面 可是呢 我们可以再找一个华丽的旋转餐厅 给他一起度过情人节 那就可以享受这个人生 旋转餐厅我就想到有的游乐园里面就有骑马的 给他做旋转木马 但是 当然是要浪漫晚餐 那是小孩的吧 好 羊呢 属羊的 羊绵绵 羊绵绵 羊的人呢 一向是注重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他绝对不会好高物源 而且很容易啊 就因为一点点小事情走入了死胡同 所以呢 你要让他心胸放宽 放开放宽 那带他到一个绿色的餐厅 比如说是像公园一样的餐厅 或者是greenhouse的餐厅啊 跟他畅谈人生 谈谈未来的规划 他很快就被你打动了 哦 这个就是追求的方式啊 对 怎么样增进感情 对对对 不一定要在情人节吧 平常的时候也按照这个 当然也可以 但是情人节这天 最好 最好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约会 你不带他去约会 他恨死你了 那个气很强的 对 猴子 猴子 属猴的人呢 他的开创性很高 那但是他的 他的守城能力不够 所以个性比较难掌握 那你可以找一个这个西餐厅 很浪漫的西餐厅 比如说西南角的餐厅 你跟他共进晚餐 不过最好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是是是猴子 然后下面就是鸡 好 属鸡的 属鸡的朋友呢 凡事都喜欢这个懒来自己做 有点鸡婆 鸡婆 属鸡的人好像是 你看那个鸡觅食的时候 他那个嘴 都不停的就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让他开心 你要找个东北角的地方 因为他是不停的在动忙 所以你要找一个 有跳舞的餐厅 有跳舞的 那种小舞池的餐厅 让他在音乐享受中 不费心的感觉 让他觉得浪漫 慢慢的他就会跟你唱所欲言了 是又这是一个方式很好 鸡下面就是狗 属狗的朋友呢 他的个性比较执着 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应该选择 譬如说西方或西北方 去看演奏会或小剧场 你看完了以后 让他能够激发他 有一种内心的想法 然后你再找个餐厅 不管什么餐厅的话 他都会跟你分享他内心的世界 小狗狗小狗好像也忠实 对的 通常属狗的人都是比较忠实 很本分的 对对对 但是他有说会固执着 小狗是很执着的 那最后就是最有福气的小猪猪 小猪仔 小猪那可就好了 因为他个性比较温和 而且脚踏实地 所以你可以带着他到北方 找一个又不贵 又可以促妻常谈的地方 那普通很舒服的餐厅就可以了 他并不是一定要华丽 不像那个好像那个什么龙 属龙感 对属龙 一定要高高在上 要华丽 要鼠头的要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投其所好的话 你这个是绝对是很不错的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那种感受 感受 好那我们就说 刚才你讲的就是整个生肖来说 那接着下来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在情人节的时候 人家说情人节那天很容易怀孕 因为情人节在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就觉得跟自己所爱的情人 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 对啊 那时候很容易怀孕 放假小心了 有些坏男孩 他会利用这种心理因素 他就对一些不惊人似的小女孩 设下一些致命吸引力的圈套 比如说甜言蜜语啊 鲜花礼物啊 最后就哄骗上床 是 要注意啊 其实在美国虽然很开放 但是我们 我们总觉得吃亏的是女孩 因为女孩就是不小心的话 就会怀孕了嘛 怀孕了你怎么去处理呢 就很麻烦 对啊 所以当心一下情人节的浪漫效应 真的要注意 是 情人节呢 那个选人当然很重要 那你 譬如说你真正的找到了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呢 你其实很容易吧 你就看 真正锁定了这个对象以后 你可以问他 你几年次的啊 几年次的 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效 属相了 那如果真正 两个人有缘的话 那你男孩子也可以这样说 现在女孩子 不过总而言之 我们就觉得 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嘛 总觉得说男生 其实女 我自己个人觉得 如果女生啊 找有一个男生喜欢你比较多的 比 你喜欢男生要多的 来的幸福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就是说男孩子喜欢你比较多 那你比较被客户 就比较幸福 对不对 当然你喜欢的男生你喜欢啊你一直给他 但是在感觉上好像总是有点吃亏 对 所以你选人很重要 很重要 选定的对象呢 是一个紫威命盘的 那个做紫威做命的话 哦那你就就真的要要要送对了 哦为什么 哎 譬如说你送花的话 你送一大盆花 或者是一大树花 送到他公司 你千万不能送到他家哦 你要送到他的办公室 比较可以有一种炫耀感 对紫威就是希望大家都看着他 哦哦哦 所以那你送给他的时候 你就会 这个送到楼下 然后他们楼下呢就打个电话 哎 那个 徐小姐 有人送一束花给你 哎 要不要我送上来啊 还是你要下来拿 好啊赶快送上来啊 还是你要下来拿 送上来送上来 哎 所以全办公室人都看到你了 哦是是是有一种心理的一种预测感 哦 对对对 嘿 好 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谈到的呢 就是2月14号的西洋情人节 嗯 那不管以西洋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属相的方式 都告诉你怎么样讨好你所喜欢的情人 嗯 是不是 对 好 那谢谢黄老师 好 谢谢徐杰 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们 你多看两遍你就知道怎么样驾驭 好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拜拜 拜拜 看多好快乐